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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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般人 相当于立朝的太子 阿古达皇位 都准备传给他这个弟弟 可见对其的疼爱 而后 吴奇迈跟随阿古达东征西逃 又立下不少战功 深得阿古达信任 阿古达率领军队攻打辽国 吴奇迈坐守京城 从礼朝政 1123年8月 钦太祖完颜阿古达死 9月 吴奇迈成兄一帜 接任地位 有记载 历史上的吴奇迈貌似宋祖 有一个在北宋灭亡 十倍俘虏北去的汉人 在他北寿时 就亲见去文师寺写成的深淫语中 在金太宗后继有一事说 完颜无奇满的金太祖朝时 曾经担任使节初始汴京 其容貌与宋太祖的塑像非常相似 回归主题 那么 堂堂一位皇帝被人拖下去打板 又作何解呢 这就要说到大金国刚刚开国之时 此时 国库紧缺 就连皇宫也非大家想象中的富丽堂皇 只是简 简单单的修缮一下充当门面罢了 不仅如此 金太祖还下令 因国库中的财物极其有限 包括自己在内 所有人不得擅自挪用国库 只有要领兵打仗 韬劳军队充当粮草时才能动用 如果有心存侥幸者不以为意 包括皇帝在内 不管是什么人都要被拖下去重大二十大棍 这一铁令到吴琴满其位还在一直遵从着 但是身为一国之君的他还是不小心破了力 吴琴满心想 我这堂堂一国之主 住得破 堂堂一个皇宫被修的 像土匪窝子一样 我忍了 穿得烂 没有忙好家身 但是 我也好歹是个土匪头子 也能忍 但是 总不能喝的酒都是带一股怪味的吧 终有一天 吴琴满实在忍无可忍 一天深夜 他偷偷闲入了国库 随手一抓抓了一大把金银财宝 拿出去胡吃海盒了一顿 过足了嘴瘾 但是 谁料这件事被丞相清典国库时查了出来 当即通知了今朝的大臣 吴琴满着手调查此事 发现 竟然是他们的皇帝私自动用国库 但对于这件事情 这个人可并没有大使话小小事话了 他竟在第二天早朝上当 着所有大臣的面揭穿此事 寻臣众议纷纷 吴琴满也一时下不来台阳 最终 吴琴满被众臣从皇帝宝座上请了下来 打了二十大板 而后 又小心翼翼的将其扶了上去 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众大臣心里也觉得殴打皇上有所不妥 齐齐磕头谢罪 事已到此 吴琴满也是无可奈何 只好忍着疼痛将是从端来的鸭精酒喝完 但是 他知道自己有错在先 又有先皇一命 哪里敢怪罪大臣嘛 只能笑嘻嘻的让他们平身 摸着自己的屁股心里骂着娘 因着见识之后 他也长了教训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都不再去打国库的住一堂 吃着难吃的饭菜 住着破败的皇宫 直到终老 一生喜爱和熊虎护锤的吴琴满进 殷嘴禅被大臣们毒打了一顿 实在是一件趣事 但是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吴琴满并非是一位昏君 手下众臣们也并非贪婪富贺之辈 这可能也是一个外来民族 能不断侵略我国国土 并能立国一百多年的原因之一吧 一一五三年天会十三年冬 完颜无起买并施于上京 终年六十一岁 在位十三年 其实 早他生前本月为己子 但是 在遭到诸宗室 大臣的反对后 最终 不得已以金太祖长孙梁昂 完颜担任安班伯吉列位处司 整领都元帅指 死后妙号太宗 世号文列皇帝 参好资料 兼史卷三文记第三 松墨记文 深隐语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 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